2017年是大气时调第一阶段的收冠之年 早在2012年 雾霾二次进入大众事业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也正式将PM2.5 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 我们和雾和霾的这种持久战还在继续 大气污染影响着买一个人的生活 今年的空气质量比去年要明显又好转 但是实际上这些颗粒物 一般肉眼都是很难辨别的 看天挺蓝的挺干净的 但是毕竟里边有颗粒物 它对健康的影响 实际上更严重的是它的慢性效应 所谓慢性效应 就是说在低浓度下 长期作用产生的效应 蓝天保卫站初战告捷 但环境的拐点并不意味着健康的拐点 清洁呼吸更是一场自发的持久战 环境的风秀 这是个金属 那把今天也在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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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潘雨萍 我人称老潘 现在就是自己创建 做那个极权相关的一些事情 平时就谢谢大麻 是不是呢 20年前97年刚来北京的时候 觉得北京冬天的天怎么那么来 但是还是有那个煤烟味 但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就觉得北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爸爸双煤涂的烟是什么颜色的呀 二氧化瘤 有二氧化瘤没有什么呢 用什么东西把它吸附了 铁铁 铁铁 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关注这些东西 因为就从他出生开始 其实已经有雾满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反正我开下净化器嘛 就是没有被吓到 真正让我觉得害怕 就是上一个冬天 就抬头看那个窗外 就发现我什么都看不见 整个雾就感觉是已经堆在你的窗户那 从窗户往外看 就什么东西看不见 最严重的就是因为小孩 现在他不想带来家 无法跟他解释说那个 因为这天重度不感了 最早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幼儿园之后就感觉特别平凡 就经常呼吸道或者喉咙 或者哪里有问题 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壳的时候 有没有弹呢 壳的时候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啊 一般来说我们秋天的话 呼吸道的这个疾病 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这三周比前面的一段时间 可能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跟雾霾有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一些原有呼吸道 对疾病的这些病毒 疾病的发生的症状 一段时间以后 他可能呼吸道的症状能够出来 更大的范围来说 比如说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人群 粉层啊 灰层啊比较多的 往往会引起他的呼吸功能的下降 特别我们关注的PM2.5 这种小的颗粒进去以后呢 就沉寂在肺泡里面 很少会被排除 新的雾霾的话 戴口罩我们还是带它出来 如果太严重的话 也只能把它放在家里了 这下面是什么呀 鼻涕罐 鼻涕 鼻涕 鼻涕压力太大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口水滴到口罩里 太湿了 爸 我已经给你弄干了 还有点湿 没有湿了 爸 你带上试试 爸 我不愿意 让我们回去了 妈 我妈 别哭 跟你说今天有污染啊 爸爸妈妈都带了 但没办法 要不你就别出门 孩子到了这个年龄 他肯定是要出去玩的 然后你又不可能说 随身都带着各种进化装置 所以最难过的其实是 你看见他 让他看着窗外 但是他又不能出去玩 我的名字是Steve Schaefer 我就是3M China的管理主任 我已经过一年在中国 也比较多了 我还有很喜欢在中国 得知文化更多 但是上海也有自己的 风格质量 我能看到这种特别的 是在AQI上百分之一 我会改变计划 I like to be outside, run and be active and bike and play golf. I don't look for bad weather to change necessarily my passions. I should protect myself with a respiratory mask when I go outside. I also have air purifiers in my apartment and in my car to make sure that the air quality that I'm breathing when I'm home and when I'm driving around town is clean and of good quality. What is this? I will use the hardware to use the hardware. I will use a 2 to 5.5mm of the analog glass lbs It is also a 4 to 5.5mm of the analog glass lbs power to get along with a 4 to 5.5mm from available to the analog glass and from advanced glass lbs in the foundation. There are no lenses and there are non-interrupted machines. The mouth lbs in the middle is more bright and red. 也就是它吸附PM2.5颗粒物的 效率会更高 小颗粒它不是被所谓的 这个孔隙的大小来过滤 孔隙足够大 那么呼吸比较通畅 然后一些污染的小颗粒 通过静电的方式把它捕获住 我们最初的口罩 主要还是用于 在工业产品上的安全防护 随着雾霾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口罩也逐渐地 进入了消费品市场 口罩实际上在英语单词当中 是两个不同的单词 一般Mask只能阻挡细菌保暖 密闭效果是非常差的 真正我们在谈到口罩的时候 应该讲的是Respirator 只以为呼吸器KN90 也就是过滤效率达到90%以上 可以满足雾霾天的要求 乘客您好 我是重污染应急指挥部 12月16日20 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 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是烟纸 它呼吸了什么 是烟纸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 其实里面可能会有污染污 什么污染污 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琉璃 为什么要回去看我这样的东西呢 是烟纸 最新的市场 在中国的市场 对新的市场 我们自己是来的 我们是来的 我们是来的 产生的东西 这里在中国